你不欠她的 你不欠她的 可你欠我 不只是你的前途 我的前途还被她毁了呢 咱俩现在可是一条是二的蚂蚱 老高 老高 来我公司吧 老高 老高 来我公司吧 咱们一起干 李雪 你当我是什么 一条你招之际来 汇之际去的狗啊 打我一巴掌 再给我丢块肉 我就应该屁颠屁颠 过来谢谢你 抱歉 我打听过了 明明方之进都说了 只要你跟她当众道个歉 这个事情就一了百了 你为什么不按照她说的做 你明明都答应过 我不去招惹她的 今天这个结果 是你想要的吗 不是 但我不欠她的 可你欠我 我求过你了 我都已经求过你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第一次投啊 我知道 你牛 你狂 你傲 就算到现在 你也不愿意说一句你错了 轻飘飘的一句抱歉 就自以为自己低头大 李雪 我高建宏 比不过你 我躲你还不行 可你现在 让我躲你的机会 你都不愿意给我 看到我现在这样子 你满意了吧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如果你愿意 以后我们还会是一个团队里的战友 对不起 是 好 我们聊聊 我都等你一晚上聊两句嘛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聊的 不是 你自己想想 咱俩现在可都是被李雪给扛了 他到现在还死死咬着我不放 不只是你的前途 我的前途还被他毁了呢 咱俩现在可是一条身上的蚂蚱 谁跟你是一根身上的蚂蚱 是你自己既不如人 好 我呢 也有一个管卫生的机会 我跟几个投资人关系都挺不错的 我可以推荐你 你也知道 那可都是大公司 你就帮我劝劝李轩 这次就算了 我们都各退一步 滚开 高宪宏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整天跟在李轩屁股后面 你得到什么了 比赛比赛被抢得疯了 学校学校是赢不了 连个妞儿你都泡不上 方志进 我告诉你 我和李轩是兄弟 李轩比你强一万倍 我心甘情愿地跟着他 我再告诉你 李轩说会盯着你 他就一定会盯着你 不需要我费心 要不是因为李轩的姐姐来了 你以为他会放过你吗 等李轩的姐姐走了 他有一万种方法让你不好过 你以为他又会让你呢 你以为他 避免你 稍微这样的事 还你会让你